2018年中超联赛的间歇期已经过去,作为中超的霸主广州恒大在今年的间歇期,可谓是收获坡风,由于间歇区之前广州恒大战绩糟糕,年轻主帅卡纳瓦罗,再次入主恒大之后, 只在多现夺冠的广州恒大会赛系遭遇队史最差战绩,在间歇期之前,恒大已经是在足夕杯和阳冠赛场出局,而在中超赛场上,恒大也是深陷泥潭,连续输给升班马球队,本赛季恒大的统治利益降代降,球队自然是无法满意这样的成绩,恒大的一些外员们恒大现有的阵容显然是不能满足现在球队的需求, 所以恒大老板史家印受益球队要进行一系列的球员扫折,自上赛季保利尼奥创纪录转会8在罗那之后,恒大并没有进行及时的补强,以弥补保利尼奥留下的空缺, 他们只是在本赛季开始之前,印金钱天津泰的外员古德利,古德利加盟广州恒大古德利加盟广州恒大以后,始终是兢兢业业,并且在一些场次有着不错的发挥, 但是他和保利尼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尽管古德利非常努力,但是他依然是无法弥补保利尼奥离队之后的空缺,尽管是这样,古德利并不是广州恒大战绩糟糕的主要因素, 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进入间歇期之后,广州恒大率先进行调整,并趁速引进巴西天才中场塔利斯卡,事实证明这笔影员非常的值得, 塔利斯卡加盟球队之后,首秀变造四球,并且上演了帽子技法,从场上表现来看,他是非常的有实力, 塔利斯卡加盟之后,恒大并没有停止引员的脚步,在这些期之前,广州恒大再次让球迷感受到了惊喜, 他们以租借的形式从巴塞罗纳再次以回球队的西域公司外援保利尼奥, 这位极具控制力的后腰回归之后,对于恒大的攻防转换和控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古德利即将离对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加盟之后, 占用了两个下窗外援调整名额,那么恒大的另外三名外援本赛季间园中抄比赛, 目前杰克逊马丁内斯正在经纪人的帮助下积极寻找下家, 他希望在自己有限的职业生涯里,能够在此上场踢球, 而金英权吕欧的梦想从来没有中断过,今年已经28岁的金英权世界背上表现经验, 他很有可能在今年夏天实现自己的梦想, 现在就是要靠恒大,会不会放送这位供需来源了, 杰克逊马丁内斯也在寻求离对而另一位比较努力的外援古德利, 由于保利尼奥的回归,他彻底的失去位置, 加盟球队半年来,他始终兢兢业业的工作, 古德利在今年1月从天津泰达转会, 加盟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现年26岁的塞尔雷亚后夭, 本赛即为恒大出战了18场比赛, 共计奉献三里进球与两次助攻, 金英权力对议员强烈具可靠消息, 恒大这位外援将在7月23月晚间, 离开广州前往荷兰, 至于前往哪家俱乐部以及相关细节问题, 广州恒大还未做官方的说明, 因为此前古德利曾效力与阿角克斯等俱乐部, 所以对于和奖联赛, 他还是比较熟悉的, 目前恒大多个官方球迷组织已经协调相关球迷, 前去为了古德利送行, 有球迷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各位球迷, 广州恒大俱乐部外援古德利, 将于今晚离开广州, 他在广州队期间的敬业精神大家有目共睹, 同时也祝他未来一番风顺虔诚锦绣, 今晚大家请一起为他送上真诚的祝福, 不管怎样, 古德利也曾为中超球迷奉献过精彩的比赛, 祝福这名球员未来一切顺利, 再见古德利, 祝福一切都好。 祝福一切都好。